而且呢我们刚才讲的会造成物权变动 主要有两个方式 第一个就是法律行为 第二个就是法律的规定 那我们第一个先来看看法律行为 而这个法律行为呢 是以直接变动物的权利义务为主要的目的 所以那么叫做物权行为 记住哦 它的权文完整的名称应该称为物权法律行为 但是我们要简称为物权行为 所以你看到物权行为指的就是物权的法律行为 一样按照法律行为 我们用原则呢 大概有这两大类 当然还有第三个叫做多方行为 那这个呢 它产生的状况会比较少一点 所以我们是不要说 OK 单方物权行为跟双方物权行为 如同法律行为有单方跟双方一样 那先看单方物权行为 其实我这个图形呢 如果你在那些民种学得很好的话 有上我的四项线分数科技课程 而且相当的扎实 这都鸡公的 算鸡公的人家叫做鸡公 机管先生鸡公 那但是呢 我不知道你们在民种到底你们玩得怎样 然后呢 学得如何 那又可能有人就单独这个样子来买物权 所以我知道再讲一次 单方物权行为 他要怎么就直接的去变动物的权利物关系呢 第一个就是权利人 单方指的就是他单独一方 只要有一个意思表示 他就可以去变动权利物关系 所以权利人呢 指的就是有这个物权的人 他去发生也好变更或消灭物的权利物关系的意思表示 他单方面唯一个我要去发生 或者是变更 或者是消灭物 看看那民法 物权编对物不是有八大种吗 所有权 农遇权 不动产 寓意权 地上权等等 OK 不管怎样 我要无中生有 我要发生物的权利物的意思表示 他一定要先有这个意思表示 因为意思表示是组成法律行为的基本要素 没有意思表示 那就不叫法律行为 OK 或者是要变更 或者是要消灭 这个AD本来所有权是我的 我现在单方面就是 我不要这个AD的所有权 这个手表本来所有权是我的 我现在不要这个手表的所有权 我要把它消灭掉 好 你只要为这个意思表示 你有这个法效意识 并且把它表现出来表示行为 再加上你有处分权 这个呢 在物权里面 他就特别需要 在债权里面 他不需要有处分权 我只要管这个东西呢 A物是不是我的 我只要说 我把A车卖给你好不好 对方只要跟我说 合 50万我跟你买 OK 双方意思表示合制 当上就产生买卖的权利物关系 有没有处分权那个 不管 但是物 因为他要直接的就要变动 物的权利物 直接就要让你发生所有权 或变更所有权 或消灭所有权 既然他有直接性 你必须要有处分的权限 那什么叫处分权限 还要我讲 你今天要说对不起我 再加上你还需要一个事实行为 这个都是法律特别规定的 要有处分权要有事实行为 如果是不动产 他要透过登记 如果是动产的话 他要做交付啦 发生事要做交付或变更 那下面他可能要做出一个抛弃 丢掉的行为 OK 动产是用交付 不动产用登记 为什么要多这个呢 很简单嘛 我讲过物权 他有公式性 你要对公众展示 你总是要做出一些事情 有一些表现 让公众会看得到 然后公众会相信 所以为了要来呢 实现他这个公式跟公性的性质 所以不动产 你要透过登记 因为登记就等于对外展现 我把所有权图销掉 我把抵押权图销掉 登记在这个登记名簿 不动产的登记名簿 那大家都可以翻阅 都可以知道 这个物权有产生任何变动的状况 那动产你就是要丢掉 OK 或者是要交付给你 来 这样子呢 事实行为三个都不能少 三个缺一的话 今天如果没有处分权的话 那就是我们说的 无权处分 那今天如果你没有这个意思表示的话 那根本都不用讲 那基本的没可能是法律行为 那这是一个事实行为 那你有意思表示 有处分权 但是你都没有去做登记 或者是呢 这个交付或抛弃等等的 这个事实行为 那你也不会产生任何物的权利物变动 三个少一个都不行 你知道吧 OK 那如果你三个都有的话 就直接变动物的权利物 同学记住哦 直接 他的效率性就是这么快 马上就变动 这个是跟债权不一样 债权只是请 取得一个什么 期待 一个请求权而已 我跟你买A车 然后我说50万 来跟你买 当我们都同意了以后 买卖契约 产生效力以后 这个A车所有权不是马上就变成我的 你也没有马上口袋就多出这50万元 不 他只是产生彼此的一个呢 债权的请求权而已 OK 所以这个是差在这个地方 就是因为他的效率太直接了 才需要多这两个元素 这个是单方法律行为 再来双方跟我们的债权都一样 必须要有两个人 意思表示相合制 只是他们现在要讲的话 要来做的意思表示就跟债权不一样 债权是我A车50万卖给你好不好 对方说好 你买50万给你买 那在这个地方就不一样 他要变成权利人呢 他要一个意思表示先出来 这个意思表示可能是要发生 这个发生呢 指的是让与或设定 让与指的是所有权 我把A、D所有权让给你好不好 我把A表所有权让给你好不好 这就是也让与意思表示 我就A、D跟你设定抵押权好不好 然后我就A、D呢 跟你设定地上权好不好 同学就是这个位 或者是我要变更 我们把地上权变成抵押权好不好 我们把抵押权呢 把它变成荣誉权 可不可以啊 同学是这个样子 消灭 我要跟你消灭 我们 要把抵押权把它屠消你愿不愿意啊 诸如此类 你的意思表示出去 然后呢 这样子还要对方呢 来怎样接受 接受以后他同意了 他要怎样 愿意要跟着你呢 发生的事情 我愿意授所有权一长 我A、D所有权给你好不好 然后相对的说 好 我接受你的所有权 或者是好 我设定抵押权 好 我跟你从抵押权变成地上权 或者从地上权变成抵押权 好 我同意把抵押权呢 消灭掉 把它屠消掉 把直权让它消灭掉 它有一个同意的意思表示 过去 刚好一个要 一个愿意 你请我愿 这是不是一个合一 是不是一个物契约 只是呢 这一个合一 这个契约 它是要产生物的权利义物的 所以我们就称为物权合一 或物权契约 或者是物权的双方物权行为 所以这三个概念就一模一样 双方物权行为 等于物权合一 等于物权契约 你知道吧 所以我供物权契约 指的是双方物权行为 供物权的什么 让与合一 或物权的让与 指的就是这个双方物权行为 所以你看 双方的物权意思表示呢 相合制 这个时候就产生 OK 有这样子还不会直接让它产生变动 仍然要跟单方的物权行为一样 你们都要有处分权 并且 为登记或者是交付的行为 三则皆有 才能够直接的去变动 你们想要的物的权利有关系 你知道了吧 够清楚了吧 一般老师也不会跟你们讲那么清楚 所以我们现在就看 他到底是哪一个 三个都要有才会完全生效 少了一个 如果你少了处分权的话 那叫效力未定 这个在民总呢 你也没有恶鬼啊 好 这个就是物权行为 你要也从这个地方知道 物权行为跟债权行为 到底差异在哪边了吧 好像物权行为比较麻烦 还要来检视你有没有这个处分权 并且有没有依照公事的原则 为登记或者是交付等等这种事实行为 OK 我们都知道一样 我们就正式来进入有关物权行为 他的一些问题点 第一个物权行为的独立性跟无因性 我相信这些民总也说过 其实在这个地方都有一点呢 做复习 这不是交心的而是复习 考点就是在考你对于法律行为 尤其物权行为 他的独立性跟无因性 你懂不懂区别 你有没有把无因性误会认为是独立性 或者是把他独立性误以为是无因性呢 跨这个代表提醒 同学两个总共两个小题 都要有两个答题指标 第一个 甲乙间的法律行为效力如何 同学一看到这个你马上要 马上要有什么样的一个 分析跟确定 你要做怎样一个推理又怎样观察 确定这一题你要从哪一个方向找考点 而且他的范围在哪边 第一个法律行为 那是不是代表等一下回到提文 要去找权利人 甲跟乙 之间有什么样的法律行为 有几个 找出来以后分别定性 如果是一个的话 不然你要问话 这一个法律行为是债权行为 还是务权行为 债权的法律行为或务权的法律行为 那如果有两个以上 那你就要开始注意 那是不是其中有一个是债权行为 有一个是务权行为 或者全部都是债权 全部都是务权呢 来 效力 同学效力就大概只有这三种 第一个叫做有效 那是不是有效 那代表我们要去检视一下 他有没有具备法律行为的生效要件 债权有他的生效要件 务权也有他独特的生效要件 除了要意思表示以外 在务权还要处分权 再加上这个交付或登记等等事实行为 来 另外一种就是有效 但是他具有得撤销的原因 或者是他就直接的一看的 咱这无效 这个就要从我们提问里面去找 并且找出这两个方向 从这两个方向里面去找出考点 第二个 甲乙间的买卖呢 因为具有瑕疵而被撤销了 同学这样看得出来有什么样的意义吗 来 往下看你就知道 该AD所有权因归属于何人 来 从这个地方 我们马上可以知道 甲乙之间的买卖 那是不是 无形中在透露着第一个小题 甲乙之间至少有一个法律行为 而且这个法律行为是债权行为 他的名称就叫做买卖的 法律行为 好 然后这是第一点 咱是知道 那可能起码有一个 那也会有可能更多 可能有两个以上 然后至少我们还可以确定 这个买卖契 因具有瑕疵 瑕疵原则上 可能是错误或被诈欺 或被胁迫都可以 至少他已经有瑕疵 而且呢 已经习使了 而怎样被撤销 塑及无效 AD所有权因归属于谁 AD的所有权 会造成所有权 他题目会问你归属 归属两个字 那就代表他曾经有变动过 造成误权的变动 应该不是透过法律行为 不就是法律规定 那这个到底是法律行为 或法律规定呢 是不是从提文等一下去找 就可以知道 那如果是法律行为的话 那你来看看 是法律行为吗 如果是 那他的效力是如何呢 这个法律行为 物权行为有没有生效 那如果不是的话 那也要找 那有没有法律规定 来让我们认定 这个时候AD的所有权 应该归属于谁呢 同学 这些答题指标 是不是够清楚 这才叫做分析跟确定 你必须要在这个样子之下 你才知道要在 众多的题文里面 哪一些是废话 哪一些是鸟都不用鸟 哪一些才是你要专注的焦点 而这个焦点里面呢 顺着这个指标跟范围 找出主要的考点 这也要跟着科学精准的审题 看 题目呢 我们已经归类 第一个 永远遇到民法实力 都是一样 先找行为 而且指标还跟你讲 要找法律行为 夹跟乙之间呢 他们呢 夹把AD 卖给了乙 他们成立了AD的买卖契约 同学 第一个行为是什么出现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债权行为 买卖AD的 这一个法律行为 AD的买卖契约 债权行为 我们称为A行为 第二个 顺着题目呢 夹 讲AD的所有权 移转给乙 而移转所有权 我问你所有权是在在权篇里面出现的概念 还是在物权篇 你在在权篇看得到所有权这个章节吗 只有在物权篇才看到所有权这个章节 我说过 如果这个行为是以物权篇里面所规定的内容 为他主要的行为目的 那这个行为就叫做物权行为 好 移转AD所有权 这显然是物权行为 我们称为B行为 找到两个行为了 接着题目又接下来 移是受宣告 怎样 受呢 这一个呢 保护宣告的人 同学就是我们开始说的禁制产人 这个保护宣告之人 同学马上可以知道这名种 依照我们的第15条跟75条 受 这一个保护宣告的人 他是无行为人力 无行为人力 他的意思表示如何呢 我们也知道 175条规定 无行为人力的人所为的意思表示 或所受的意思表示是无效的 既然是无效的话 接着请问他的法律行为效力如何 对家 你就可以知道 一个受保护宣告的人 所为的 债权行为 跟所为的物权行为呢 各自效力如何 OK 这是第一个 那是否考点就出来了 有劲吗 那我老师 他这不是说考受保护宣告吗 对 其实他真正要考的是 你有没有办法 从一个题目里面知道 他到底有哪几个法律行为 那每一个法律行为 它是什么样的定性 这是债权 这是物权 然后债权需要什么样的效力 物权需要什么样的生效要件 第二个 我们就顺着 因为题目已经直接跟你讲了 今天 他不是他是正常人 他是个谁啊 成年人 他有完全行为能力 但是他的买卖是无效的 因为撤销以后 塑集无效 好 买卖有无效喔 被塑集的无效以后 我问你 物权行为 移转AAD 因为他有受零AAD所权 不要忘了这边 他也要唯一个意思表示 假要给他AAD所权 你也要给他一个意思表示 好我愿意接受啊 OK 就这样的一个意思表示 所形成的这样子一个物权行为 效力如何 其实他在问的在问什么 今天 物权行为 会不会受到债权行为的无效 而有所影响他的效力呢 听到说 效力 他的生效要件 的判断 物权法律行为 他有没有生效 判断 要不要受到债权行为 他有没有 有效或无效等等的 这个因素的影响呢 这就是影响性 OK 那这样子大概就知道他在考什么 两个法律行为 其中一个无效 会不会造成另外一个效力的影响 要不要仍然去检视 另外一个法律行为的效力 这些科上 我相信你哪学过民总 都已经知道 这个是法律行为的独立性 每一个法律行为 各自独立存在 互不影响 各自去检讨他生效与否 你知道吧 OK 那马上考点就出现 第一个先解决 受保护宣告的人 他所为的意思表示 不管是在权的意思表示 或误权的意思表示 效力如何 第二个 他们之间 有没有 这一个所谓法律行为 独立性的原则的适用 让用给分指令 第一个 我们用逻辑式的破题法 同学我课本下一个逻辑式引言 但是我这个地方做个变更 也就是提供你另外一种方式 你可以照我课本写的逻辑式引言 但是不管逻辑式的引言或逻辑式的破题 你都要逻辑的是因为所以 你要先把因为把它宣示出来 因为什么 因为先用第15条跟第75条来先说明 因他是受监护宣告之人 所以他所谓的意思表示呢 是无效 因为受监护宣告的人 是无行为人力 他这样课本写的 按受监护宣告之人 无行为人力 又无行为人力 这意思表示无效 民法括号以下称本法 这张都知道 应该要这个样子来写 我们那就是先下法条的内容 第15条与第75条分别著有明文 这个就先宣示一下 这个受监护宣告之人 他本身是无行为人力 15条说他是无行为人力 无行为人力 所谓的意思表示是无效 OK 他这里面有为几个法律行为 两个 债权行为 物权行为 这两个行为要不要意思表示 要 好 这谁败了 来 这个时候顺着这样子 这叫逻辑 因为有15跟75条的规定 所以呢 我们顺着问题 那本题 关于 这个甲乙间的法律行为效率如何 以及 甲乙间的买卖机 同学若应 或者你直接下 若被撤销时 是否会影响 A D所有权移转之物权行为呢 同学你也顺着指标提出问题 来 课本就说 你先看课本 我就直接 没有破题 我就说 可分别论述如下 这就是引言而已 他力道还不够 他只能说 那我一个一个讲给你听 但是我这个地方呢 更加强效力 这就是我说你在看DVD的原因 我再给他加一个 直接让他破题 点破什么 你就是要考虑各该债权行为 物权行为的效率如何 对不对 第一个小题 你们所谓的法律行为效率是怎样 那就要 端视你甲乙之间有几个法律行为 然后 集什么 相互影响性为何而定 就是呢 债权行为这是真的第一个小题 万一有无效会不会影响到物权行为 或者是物权行为有无效会不会影响债权行为 就是这样 这两大考点 一起把它点破 点破考点 我们就开始来解决 用什么解决 不好意思 没有利润法条 因为呢 这个法律行为的独立性 它是一个学说理论 它法条没有规定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利润的学理 就是这个学说写出来 法律行为的生效 就是它的效力呢 与否 或生效与否 或是效力如何呢 因各自独立判断 互不影响 因为每一个法律行为 都有它的成立跟生效要件 那你本来就要独自的判断 互不影响 而这个呢 独立判断 互不影响 就是学理上所称之 就是法律行为的独立性 这个也不管在权行为 或物权行为 本来基本上法律行为 就要各自独立的去判断 它是否生效 OK先把这个学说写出来 这样其实你下出去的学说 就已经让月娟老师知道 你已经清楚的知道 我这一题要考的是什么 而且你也清楚 这个跟无音性 没什么了关系 它直接先从独立性来做判断 判断完了 真的需要再讲无音性 是不是也让月娟老师知道 你懂无音性跟独立性的概念 以及如何区别 OK那理论学理 就解决这个问题点 要用什么学理呢 把它展现出来 当然接下来要讲 为什么可以用这个学理 来解决这个问题